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361集 我要洗的皮肤好好 好好好 我要洗的皮肤好好 听着屋里大哥传出的欢快歌声 洛远站在门外直纳闷 大哥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寻到银子了 为何从南门外回来便一直兴致如此高昂 还没进门就大声叫嚷着要洗澡 丫鬟都进去送了数十次热水了 他在里面泡了大半个时辰了 也不见要出来的样子 大哥 大哥 他轻轻拍了拍门 就闻林宛容在里面叫道 是小洛啊 快些进来吧 洛远推门而入 只见大哥懒洋洋地躺在洒满花瓣的大木桶里 头枕着木颜 脸上泛着神秘的笑意 嘴里哼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 甚是快活的样子 大哥 是不是有银子的消息了 洛远见了他逍遥的模样 顿时心里一喜 翻了把木凳坐在他身边 焦急问道 洗澡的时候被这小子盯住 还真有些难为情啊 林宛容用热水洒在脸上 美美地喘了口气 这才点头道 唉 是有些眉目了 诺远大喜 大哥换说 什么眉目 是不是找到藏银子的地方了 地方倒是找到了 林宛容苦笑了一下 常常叹出口气 唉 小洛 你说要是那些人把银子藏在微山湖里 你能寻着吗 洛远倒吸了口冷气 欣喜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 垂头丧气道 大哥 你说的是真的 那些银子真的藏在微山湖里了 这个应该是没跑了 见洛远有些丧气的样子 林宛容哈哈笑道 银子藏在微山湖里应该是怕酒不离食了 这几百里的微山湖虽是难寻 但也不至于吓倒了我 大不了咱们把水抽干了 弄它个水落石出 你说是不是 洛远听得精神一震 以大哥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他心里有了底气 点头大声道 大哥说的对 大不了咱们发动周围百姓把微山湖给他填了 我就不信 大祸人还能叫尿别死 两个人黑黑笑了几声 虽然一时还没寻着办法 心情却也好了许多 洛远见林宛容美美的闭目养神 便问道 大哥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我还没见人洗澡 能洗上一个时辰的呢 啊 有一个时辰了吗 林宛容大惊道 哎呀 这可耽误了凉成美景 小洛 你姐姐住在哪里 姐姐和徐姐姐他们住在后院的香黄 洛远大概说明了位置 笑着道 这么晚了 他们大概都睡下了 没有我 乖宁儿可不会睡的 他满脸吟笑的拍了拍小舅子的肩膀 我去找宁儿说些事 很重要的事 一定要晚上说才行 你回去准备一下 多凑些人马 要熟悉水性的 最好是微山湖周边的渔民 明儿个意思啊 咱们就上微山湖上扫荡去 听到大哥安排正事 洛远兴奋的点了点头 竖起大拇指道 大哥连沐浴中也不忘正事 小弟佩服 我这就去安排 林婉容老脸一红 他自然不好意思说 这是我找借口让你快些滚蛋 只得微微一笑 满脸神秘之色 带到洛远离去 他刷的一身 自木桶中跳浆出来 匆匆穿上衣服 向那后院而去 洛远的这府衙虽是破败 地方可不小 急急匆匆来到后院 却见院中好几个房间亮着 也不知宁儿在哪间房里 洛远刚才说 宁儿的房间是北边的第一间厢房 他目光向前望去 就见北边两间厢房并排连在一起 屋里都点亮着 看来没有寻错地方 他黑黑一笑 捏手捏脚 往第一间厢房走去 屋内灯光朦胧 窗纸上模模糊糊现出一个女子的身影 那女子穿得甚是单薄 曲线动人 曼妙美丽 她心里骚痒 浴火满腔 找准房门位置正要轻轻拍门 却见那大门竟是虚眼 便似专门为她而留的 好凝儿 积极主动 我喜欢 她捂住嘴唇 黑黑投笑了几声 轻轻推开虚眼的房门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厢房 外围是一间小小的书屋 里面便是洛宁的闺房了 她偷偷朝里面看了一眼 只见一层粉红的青纱笼罩在里外屋之间 透过青纱 一个女子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袍 背对她而坐 一只小手托住香腮 正在窗前沉思 侧面看去 那薄薄的睡袍质地柔软 掩不住她美妙的身材 胸前双风似失去了束缚 挺拔玉立 杨柳般的细腰盈盈不足一握 美妙的香腾高高翘起 便如一芳新起的墨盘 真个是前凸后翘曲线玲珑 看上一眼便叫人血脉喷张 乖乖 我的小宁儿越长越丰满了 这小屁股 哎 没得说了 她心里就像着了火 狠狠吞了口口水 急急掀开那粉红的沙障 缓缓走了进去 那女子坐在窗前 想心事 想得入了神 对她的到来一无所知 三步 两步 一步 林婉容脸带银笑轻轻屏住了呼吸 脚步轻如狸猫般的来到她身后 目光正落在她胸前 脑中顿时嗡的一声 如同几百只蚊子同时飞舞 薄薄的丝至睡袍 遮盖不住那凸起的双丸 细腻如精玉的两团柔软 大步露在了外面 圆翘挺拔 两只手都难以握下 将那睡袍高高撑起 两只风乳紧紧挤在一起 形成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 伴随着她轻轻的呼吸 两颗香丝红豆时饮时现 便如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 此情此景就是石头人也会雄奇 林大人哪里还忍得住 一把抱住她柔软的胶躯 双手正搭在那波涛汹涌的双峰上 使劲按了下去 口里吟笑道 宁儿 我的小乖乖 那女子猝不及防地被她抱住 顿时吓得啊的一声大叫 双腿拼命踢腾着 口中惊呼着 来人啊 来人 有银贼 这声音似乎听着有点不对劲啊 林大人愣了一下 那女子却已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 二人同时发出一阵惊叫 那女子又羞又怒 打声道 是你 不是我 林大人直直喊道 心里是轰的一声炸了开来 坏事了 坏事了 摸错了 四银贼 你放开我 你快放开我 徐小姐狠狠一脚踢在她腿上 眼中似要喷出火来 那模样便似是暴走的母老虎 林宛容哎呦一声声声地吃了她一脚 疼得呲牙咧嘴 怒声道 放 放 放什么 一句话说完 双手习惯性地一抓 只觉入手光滑细腻 似是刚洗过牛奶般的柔顺 哎呦 老子摸着舒服 忘了松开了 再摸一把就收手 她在徐小姐胸前又揉了一下 这才恋恋不舍地丢开双手 只见徐止情 睡衣松散 胸前那雪白的双风露出大半 微微耸动着 波涛汹涌间 让人眼花缭乱 不好意思 摸错了摸错了 林宛容善善笑道 眼光却盯在了她胸前 一动也不肯动一下 四银贼 我跟你拼了 徐止情双目韵泪 发出一阵凄厉尖叫 连衣衫也来不及严好 便向她冲来 误会呀 误会 我是来找宁儿的 林大人慌忙躲过她一找 眼光却不争气地在她胸前又扫了一把 大 大 真大 见她贼心不死地盯在自己胸前 徐止情心中的羞怒无以言表 泪珠速速落下 哗啦一声 抓过放在身边的连环弩 举剑就向她瞄准 哎呦 这丫头够火辣的 林大人惊触得一身冷汗 转身拔腿就跑 砰的一声大响 那房门重重关上 徐止情抬头 正要扫射时 就见那林三如同断了尾巴的兔子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金贼 我不会放过你的 徐小姐怒吼一声 手中连环弩哗哗哗哗哗四箭连射 羽剑深入木梁半尺 尾翼震颤嗡嗡作响 她刷的一声 将连环弩丢开 呆了半嗓 呼得眼面痛哭了起来 林大人躲在厢房隔壁 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四肢语剑射出的声音 一丝不辣地听进耳里 她背上全是冷汗 这小妞真敢干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只是误摸 互摸你懂不懂啊 妈的 倒霉透了 老子今天是不是没洗手啊 说到洗手 他便将大手放在鼻子边闻了闻 一阵淡淡的芳香传入鼻孔 一起方才那销魂一摸 他心里又急急跳了两下 平时看出徐志晴的身材好 却没想到竟是如此的魔鬼 崩入肥臀 那味道 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桃子 要不是今日误打误撞 他连个香味都闻不到呢 轻轻拍了胸口几下 四处瞅了一眼 只见院中寂静无声 方才逃出的那厢房中 似有一阵轻轻的哭泣 听得不甚分明 唉 今日这事儿 老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小洛那个兔崽子故意耍我吧 他郁闷地想到 心里却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 按照小洛的说法 那间厢房应该是洛宁住的 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可是这位徐小姐有事儿没事儿跑别人屋里干什么呀 这不是诚心找误会吗 宁儿呢 宁儿又在哪里呀 他顺着后院又往里走了几步 离着洛宁的闺房有一段距离 呼听前面的小屋子里传来一个声音道 外面是芷晴姐姐吗 风才是你在叫喊吗 我离得太远了 听不清楚 他说话的同时 屋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水响 林婉容恍然大悟 哎哟 原来宁儿还在洗澡 这个小乖乖一定是听我的话洗得白白的了 听到了宁儿的声音 这次可不会有错了 方才心中升起的邪火 顿时又扑腾起来 他黑黑一笑 缓缓推门而入 只见房中置着个素雅的梳妆台 台上安放着一面小小的玻璃镜子 镜子旁边是一道白色的屏风 屏风后面热气腾腾的水雾鸟鸟升起 一个朦朦胧胧的身影靠在木桶里 正在轻轻擦洗着 闻听脚步声 洛宁娇声道 徐姐姐 是你进来了吗 怎么不说话呀 不是你徐姐姐 是你老公我 林婉容嘻嘻一笑 转身绕过屏风 正站在了洛宁身前 一只硕大的木桶遮住了洛宁娇俏的身子 只露出两只洁白的手腕 其霜赛雪的肌肤如同牛奶般顺滑 洛宁啊得一声轻叫 脸上染上一片熏红 急忙双手抚在了胸前 半遮半眼间 却更有一种诱人的风味 大 大哥 你 你怎么来了 大哥来看你啊 林大人眼光落在洛宁胸前 虽是隔着淡淡的水雾 他的苏胸又掩映在水中 却依然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轮廓 丰满而又坚挺 如同高高耸立的山峰 随着他轻轻的呼吸 在水中荡漾起阵阵炫目的乳膊 大哥 你坏死了 感觉大哥火辣辣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洛宁心里如同小鹿乱撞 脸上红得像是染上了十层胭脂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急忙低下了头 洁白的脖子里泛起一片诱人的粉色 林婉容急急吞了口口水 缓缓拉住了他的小手 轻柔道 我的小宁儿 你洗完了没有 大哥找你有事商量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关系到我们一辈子呢 洛宁顿时霞飞双面 想动却又不敢动 小嘴微微张开轻恩了一身 又把头急急埋进了桶里 见他娇羞不堪的模样 林婉容心里忍不住地生起一阵柔情 这丫头还真是乖巧可人 他缓缓伸出手去 搂住洛宁光滑欲结的香肩 洛宁浑身轻颤 搅呼一声大哥便再也不敢抬头了 湿热的水汽中 洛宁灼热的肌肤 渗出磕磕细小的汗珠 散发着让人激荡的体香 粉红的陶塞在微微灯光下 闪烁着诱人的荧光 哗啦一声清响 林婉容抱住洛宁细腻的腰肢 将他从水中抱了起来 洛宁小口英宁一声 羞泽地闭上了眼睛 却又骄傲地挺起胸膛 任自己冰清玉洁的身子 裸露在大哥面前 心里满是羞涩与欢喜 他的身形修长 一双毫无瑕疵的玉腿 圆润笔直 紧紧地夹着 露出凝枝般的小腹 丰满的苏胸浑圆挺拔 两颗鲜红的相思豆 微微颤动着 闪出道道迷人的波浪 林婉容取过旁边的毛巾 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着身体 骆宁身躯一阵轻轻地颤抖 心里涌起阵阵的温暖 眼眶有些湿润 呼得扑倒在他怀里 湿声痛哭了起来 傻丫头 哭什么呀 大哥不是在这里吗 林婉容抚摸着他湿漉漉的绣发 揉声说道 大哥 我是太高兴了 骆宁轻轻气道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疼了多久吗 骆宁的身躯在他怀里微微颤抖着 林婉容心里有些惭愧 急忙在他鲜红的樱桃小嘴上 啄了一口 温柔笑道 宁儿 你真美 骆宁轻轻应了一身 星眸半壁翘脸蕴红 光颊的手臂紧紧抱住大哥脖子 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凑到他耳边 轻声道 大哥 你抱宁儿回去 宁儿 要做你的妻子 这个要求恐怕不能答应 你房里还有一只母老虎呢 林婉容无奈苦笑了一下 洛宁也立即想到了这个问题 笑脸刹那间一片烟红 洛宁羞红满面 却勇敢地睁开了眼睛 痴痴望着他 他美丽的眼里有些羞涩 也有些心醉 苏兄微微起伏 秀美的脸庞满是幸福的光彩 宁儿 一刻也不想等了 我要做你的妻子 就现在 刹那之间 洛宁似是换了个人般 抛却了往日的羞涩 身体靠在梳妆台前 急声喘息着 眼神阵阵迷离 樱桃小口微微张合 散发着淡淡的芬芳 他紧紧抱住林婉容的臂膀 丰满的苏兄挤压着她的胸膛 以无比魅惑的声音道 大哥 叫我 没想到枝书达里外表柔弱的落彩女 也会有这么狂野的时候 妈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林大人心里一阵阵的火烧 哪里还忍耐得住 正要撕开自己衣裳 却觉一双温暖的小手 已经搭上她衣衫上的纽扣 缓缓地解了开来 善解人衣 我的宁儿可真是小宝贝啊 她心里得意 双手扶住落宁光滑的脊背 自腰间缓缓扶下 捧住那香嫩的臀瓣 轻轻一捏 落宁如遭电击 芳心极颤 小口里吐出阵阵芳香 叫呼一声 扑倒在她怀里 眼光却是正落在梳妆台的镜子上 只见镜中的自己 粉脸陶塞 春情荡漾 与大哥紧紧拥在一起 刹那之间便要结为一体 她心中又是期盼 又是害怕 翘脸生起两朵红霞 更显妩媚动人 小乖乖 你可真是迷死人了 林婉容心里着了火 将落宁粉嫩的胶躯 压在了梳妆台上 落彩女臀瓣紧绷 两条圆润修长的玉腿 紧紧盘在她身上 小臀缓缓压下去 一声轻哼之后 便再也分不清 是身影 还是戳气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开讯